今天带大家一起做一道非常具有墨西哥风味的小食 牛油果酱配玉米片 所用到的食材主要有洋葱 牛油果 红辣椒 西红柿 青柠 香菜 以及盐和黑胡椒作为调味料 青柠在切之前按压滚动 半个即可 将两个牛油果切开去和 洋葱切拌 一拌就足够了 切成粒状 放入容器中 然后将洗干净的香菜切碎 同样放入容器中 洗净的西红柿去蒂 只需用到半个西红柿 切成小块 放入容器中 然后将所有食材混合搅拌 红辣椒是必不可少的食材 取一根切碎 如果不喜欢吃到辣椒籽 可以选择去籽 将之前切好的牛油果 用勺挖出放入容器中 接下来就是需要将所有的食材混合搅拌 搅拌完成后挤入青柠汁 加入少许盐和黑胡椒 继续拌匀 盛入小碗中 玉米片我们选择了多里多姿的辣味芝士 倒入盘中 这样一个快捷又美味的墨西哥风味小食就完成了 将做好的牛油果酱放入冰箱冷藏后使用 风味更佳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注几何印象 与生活的精彩同期而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